因为二十大将均负显入宪法 贺德外资积飞狗走令横止跌破一万五千点 有外资投行评论员评论 横止将跌到九千点 楼价下跌五成 均负珍惜这么吓人 一提两面 如果务实均负 主力搞好经济 均负未必是这么坏事 如果继续好像去年那样全面打击商家 我就没有那么乐观 恐怕横止跌至五千点都有可能 并且进入长期熊市 虽然外资发觉投资对象不对撤走 起码观察两三年发觉得没有市财回来 从二十大人市安排 外资见到旧财金官员没有入场 怕中国重点政治 意识形态 冷落经济 但细看之下 并非如此 习大大是土海在天平 虽然海王兴有远大理想 但是有土兴意志 为人物实 并不像老毛的冥王 海王在双子座如命宫那么狂烈猛干 然而在旧中国的当时环境 就是需要老毛这种狂热造反派才能成功独立统一 但是用这种狂热治国就会搞到翻天覆地 鸡犬不宁 海王是菩萨心肠 习大大乃是大大悲 联敏窮苦大众 准备履行共同富裕目标 改善全国人民生活 无可厚非 但是他是务实派 办事稳稳当当 不会荒腔走板 李强在大学主修经济 是香港理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而且2002年任浙江温州书记 令温州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地区 将来当上总理 大展其才 其实并不太悲观 从中国星盘来看 明王星接近财博宫 在摩羯为水平头 明王星本身是革命星 一旦现身某宫 某宫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推倒重来 然后死而复生 预示中国经济要推倒重来 这种现象 在去年已经开始发生 目前在进行中 所以 中国经济在去年增加8.1% 今年前三季 第一季GDP年增4.8% 第二季增长0.4% 第三季增长3.9% 第二季急降0.4% 大上大落 这是明王星推倒重来的特征 看来 中国经济已经在 今年第二季增长接近零件底 第三季GDP已经急升至3.9% 这就是推倒重来的现象 明王星入财博宫 预示着中国经济未来将大起大落 一旦遇上凶星海王天王土星星在2分 4分 冲击 零至5分和相来袭 经济必然大跌 若遇上吉星在3分 6分 零到5分相识 经济又急升 一旦遇上 今天就会变成了一个 接触颜色的 零到5分相识 一旦遇上 购物价格 顶远行 零到5分相识 大辅 零到5分相识 零到6分相识 零到7分相识 零到5分相识 零到7分相识